等待三年,奥本海默终于来了 在我看来,观看这部电影的体验 本身就如同进入荷报的内部 每个场景,每个角色,每句台词 都是不稳定的例子 在各自的临界状态中一出几发 然而在这看似无序的混乱之中 其实包裹着两条秩序分明的视听线索 这期视频除了历史 我还想和大家聊聊奥本海默中的诸多意象 那些色彩,连衣,欢呼和尖叫 种种蒙太奇构成的时空线索 共同编织成了这场叙事的历史反应 影片用颜色区分了两种人物视角 彩色是奥本海默的主观视角 黑白是历史眼中的客观视角 而在这两种色彩之中 又运行了四条故事时间线 勾连编织起了奥本海默波澜壮阔的一生 它们分别是1922到1941 奥本海默求学和任教的经历 1942到1945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经历 1954奥本海默的安全听证会 1959刘伊斯·士特劳斯任命商务部长的提名听证会 大家不要被这些信息吓到 其实电影讲故事的方式还是非常线性的 我们可以就将电影的三个小时理解为三个阶段 原子弹制造前、制造中和制造后 每一双安全听众会问话的剪辑点 都指向正在发生的事件 现在的决定着未来 未来的也会不断拷问着过去 所以我们只要跟着电影的情绪曲线 甚至是跟着配乐走 即便不补习历史知识 也能得到一次完全沉浸的故事体验 与诺兰的大多数电影一样 所有的多信为的都是交汇 所有的时空、事件只有在重叠之处 才能窥见导演真正想要讲述的故事核心 在奥本海默中 有两处重复叙事的场景 是先用黑白拍一遍 再用彩色拍一遍 一幕是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在湖边的对话 一幕是讨论清淡的AEC园中会议 他们如同公民凯恩中的玫瑰花蕾 是推动着人物不断讨论 相互猜忌的秘密 是电影最高处的卖高分 在我看来 这两处重复也是传记片所传递的情感核心 在旁人眼中 历史是只有二元对立的黑与白 只有亲身经历的当下 才充满了复杂和难以言说的色彩 黑与白的线索 也指向了电影开场的两个副标题 裂变与巨变 这是何能研究的两大核反应方式 仿佛也以最简单的形式 概括着澳门海默一生的两个命题 前半生他致力于研究原子弹 后半生他利用自己的身份游说国际 反对清淡 遭到麦卡锡主义的政治报复 而引发裂变的链式反应 正是电影开篇的第一个镜头 雨滴的含义 雨水相互撞击产生涟漪 如同中子撞击原子 分裂后释放出更多的中子 持续不断直至临界爆炸 澳门海默前半生对链式反应的痴迷 如同幻象一般萦绕着他的学术生涯 在地面 火车 窗外 甚至是桌面 我们都能看到他借由雨水这个异象 对链式反应进行的思索 此后这个异象却如同鬼影 持续困扰着他的后半生 而在一个原子弹已经被启动的世界 历史的进程也如一场永无退路的链式反应 永远地改变了原本的面目 这让澳门海默成为了那个改变一切的人 成为了普罗米修斯 本片改编自马丁舍温与凯博德 历史25年完成的传记作品 美国的普罗米修斯 澳门海默的胜利与悲剧 书籍开篇的引言 如同电影的开篇 是那个著名的故事 普罗米修斯从众神那里到来了火种 将其送给人类 为此他被钉在高加索山脉上 每一天都接受着惩罚 电影将这对引言置于原子弹的大火之上 之后 叠印到澳门海默接受审查的脸 无疑是将普罗米修斯 倒火、传火、兽刑的经历 作为澳门海默一生的隐喻 伴随着这场大火的 是一个影片中出现过很多次的声音 原子弹爆炸后 礼堂的人们庆祝的声音 我很喜欢电影对这一场景的处理 一个人对记忆的回溯 不应该只是视觉 同样也可以视听觉的 现实中 澳门海默并没有听到那一碗人头传动 鞋子敲击地板的声音 但影片的声音设计师理查德金 却把它们处理成了一种迹象爆炸 又让人联想到火车碾过铁轨的震耳欲龙的巨像 并且作为澳门海默一生困境的比喻 他说 三位一体的测试有很多目击者的记录 有人说那听起来像是一枚流弹 在你头顶爆炸的声音 有人说那是一列运载着货物的火车 呼啸而过的声音 有人说那是一段持续很长的 奇怪的雷声 所以 对于这场听觉记忆的追溯 更根源的景象 是澳门海默在三位一体试报现场 看到的景象和听到的声音 光速快于声速 所以澳门海默在礼堂看到原子弹的幻象 先是经历了一段声音的空白 再看到充电的白光闪过 之后才是女孩皮肤的玻璃和人聚振动的声音 进入这段声与火光的异象 我们也终于可以从这里开始 回归澳门海默一生的经历 澳门海默自身的性格以及围绕着他的一切 本身也是一场不稳定的恋事反应 抛去历史的宏大 在这个故事里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个普通人的茫然 拧巴和不自知 20岁出头时 澳门海默饱受抑郁病症的折磨 他的求学生涯看似顺利 但其实早年在哈佛建桥 因为自己兴趣广泛而迟迟无法确定未来的专业 内心孤傲敏感 无法与人建立情感牵绊 澳门海默曾一度陷入严重的抑郁 这里是他的朋友对他的一段描述 澳门海默不能容忍周围人的平庸 正如他不允许自己陷入片刻的平凡 这种孤傲几次差点逼死他自己 影片开头 差点用轻化钾毒死自己的老师 就是那段时间发生的往事 这场期的场景 始于建桥的一场实验课 因为在当时 建桥是实验物理的中心 可偏偏 澳门海默并不擅长做实验 他的强项是理论物理 这也是为什么电影中 尼尔波尔指引他去割亭根的原因 这场毒苹果事件后 澳门海默被学校强制停学 最终是一本书和一次旅行救了他 这也是电影前半段 频频出现麻与牧场的原因 家境富裕的澳门海默 年少时便常与弟弟弗兰克 前往新墨西哥等地 在那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长途骑行 几乎每一次他经历辛勤或学业的低谷 都会来到这片荒凉而美丽的土地 澳门海默曾说 自己平生最爱的两件事 是物理与新墨西哥 可惜两样事物无法兼得 这句话很快就要被他自己推翻了 因为在他的骑行经历中 有一处他经常光顾的地点 后来成为了曼哈顿计划的实验基地 那便是著名的洛斯阿拉莫斯 在诺兰的电影中 我们最常讨论的主题和手法 当然还是时间 交叉的时间 倒错的时间 循环往复的时间 但是我想说 在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片中 诺兰罕见地用一种最基础的手法 来表现时间的流逝 正是这种最基础的蒙太奇 将人物本身在时间中的变化 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手法被用了三次 一次是年轻的奥本海默 前往歌厅跟求学的段落 一次是他回到美国 给学生们授课的段落 还有一次是他与格洛夫斯上校 为曼哈顿计划招募科学家的段落 这三段时间 分别是奥本海默人生中的三个上升期 其中歌厅跟的段落 足以证明诺兰作为顶级导演的表现力 这十片中一段非常具有生命力的蒙太奇 配合着路德维希的大提琴 如同一段交响曲 将奥本海默脑海中原子的幻象 与现实中的课堂 歌厅跟的教堂 破碎的原子 和破碎的玻璃杯捡到一起 从抽象变得具体 从理论变成现实 歌厅跟的蒙太奇中 闪过了毕加索的一系列画作 奥本海默看的最出神的那一幅 是毕加索的双臂交叉的女人 这里选取毕加索的画作 除了他与奥本海默本身 都喜爱抽象领域的表达 也因为奥本海默的母亲 本身也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画家和收藏家 奥本海默的家中 拥有毕加索、维亚尔、雷诺阿 以及梵高的至少三幅原画作品 数十年后 弟弟弗兰克陷入贫穷时 曾卖掉了其中的一幅 所得的金钱足够支撑一家人 数十年日常生活开销 在戈亭根、莱顿和苏利士游学的日子 是奥本海默一生中少有的平和时光 这段时光让他找到了 自己所钟爱的物理学研究方向 那也是一段令人心潮澎湃的日子 物理学在全世界科学家的努力下 正在飞速发展 奥本海默没有赶上第一次物理学的爆发期 却亲身经历了第二次浪潮 他在戈亭根的导师伯恩 是量子力学一词的创始人 曾带出了海森堡、泡利、费米、梅耶尔这样的学生 那一届奥本海默的同窗 则包括迪拉克与冯诺伊曼等人 回到美国时 奥本海默惊讶地发现 自己在美国物理学界已变得非常出名 彼时他23岁 博士毕业 发表了16篇论文 包括哈佛在内的十所美国高校 正同时邀请他去任教 奥本海默终于不再是那个郁郁寡欢的青年了 他最终选择了加州理工学院和伯克利分校的两个职位 并且从无到有 一手在伯克利建立了理论物理学体系 还记得开头那段安全听众会的对话吗 审查员问他为什么离开美国 伯克利不是有一个一流的物理系吗 奥本海默回答 是自己建立了他 电影里第二段表现时间流逝的蒙太奇 介绍的便是这段日子 教室里的学生从一个人到一圈人 最后将教室围的水泄不同 学生们竞相模仿着他的穿衣风格 动作和手势 奥本海默成为了偶像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段蒙太奇中 奥本海默一直在和他的学生们 讨论恒星贪疏的问题 没错 这是奥本海默另一个研究领域 1939年 他成为了预测到黑洞的那个人 当一颗恒星的核燃料完全耗尽时 它会发生什么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被奥本海默和自己的学生史奈德 写成了一篇论文 他们利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证明了质量远大于太阳的恒星 在耗尽内部的核燃料后 会进入引力坍缩状态 进而演化成一个十分致密的物体 甚至连光线也无法摆脱它的引力束缚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知的黑洞 遗憾的是 这篇论文因为内容过于晦涩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被认为是数学上的狂想 直到20世纪70年代 天文观测技术赶上理论发展时 才有大量的黑洞被天文学家观测到 1939年9月1日 这篇论文被正式发表 那天也是德军闪击波兰 大战在西方爆发的日子 欧本海默是如何被推到 研制原子弹计划的风口浪尖的 其实早在哈恩与斯特拉斯曼 成功发现核力变现象后不久 各个的科学家便开始意识到 制造新型炸弹的可能性 就在二战开始前一个月 构思了链式反应的物理科学家 利奥·希拉德给罗斯福总统写信 他提醒总统 一种新型的炸弹正在被研制 这种炸弹破坏力极大 德国已经占领了 捷克斯洛伐克矿山的油 为了使信件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希拉德说服爱因斯坦 在信件上签名 罗斯福受到信件后非常重视 立刻成立了油委员会 然而在两年之内 什么也没有发生 直到1941年初 有科学家验证 德国将在两年内造出原子弹 这才再次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 罗斯福这次直接设立了 一个寿命于白宫的新组织 SE委员会 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曼哈顿计划的原点 参与项目的所有科学家和指挥官都知道 自己和德国人正在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比赛 不久 奥本海默也被应邀加入这个项目 而举荐他的人 正是电影里那位非常亮眼的科学家 欧内斯特·劳伦斯 他是推了奥本海默一把的人 也是一位与曼哈顿计划 有着千丝万与联系的科学家 电影里奥本海默第一次见到劳伦斯时 他正从一个巨大的球形物体上走下来 那是劳伦斯发明的回旋加速器 这台机器帮助劳伦斯赢得了1939年的诺贝尔奖 也正是基于这台机器 劳伦斯在曼哈顿计划期间 发明了电磁型同位素分离器 它是二战期间分离油的重要仪器 另一位令人印象的科学家是伊西多·拉比 初次见面时 他给不停抽烟的奥本海默递了一枚橘子 在一众动机复杂的科学家与政客角色里 拉比仿佛是电影里唯一一个温和 且没有道德瑕疵的人物 他关心奥本海默的健康 在安全审查会时坚定地站在他的身边 为他提供了最有利的证词 他也是影片里唯一一个提醒奥本海默 原子弹正当性的人 现实中 拉比因1944年发现核磁共振现象而获诺贝尔奖 他告诉奥本海默 希望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结束战争 因此选择研究雷达 之后他也任职于原子能委员会 与奥本海默并肩完成了许多工作 1942年9月曼哈顿计划正式成立 曾负责监供五角大楼建设的格罗夫斯上校接管了任务 那次大楼的施工动用了4万名工人 所有人都坚信格罗夫斯可以搞定原定几百人参与的曼哈顿计划 如果格罗夫斯是总负责人 那么科学主管将用谁来担当呢 这个人必须在科学上拥有足够的权威 这个人最好是诺贝尔奖得主 这个人必须有一点搞行政管理的经验 这个人必须在政治上没有污点 奥本海默没有一条满足 更要命的是 奥本海默只懂理论不懂工程 根据参与计划的科学家回忆 搞这种大型实验项目 90%都是在搞管道工程 最后还是格罗夫斯力排众议 让奥本海默当上了负责人 这个看起来与奥本海默截然相反的人物 其实是能够理解他性格中的矛盾与闪钢点的 电影也有一系列的空间关系 展现了两个人不断攀升的亲密程度 最早的时候 在教室与会议室的段落 两个人是有点对抗性质的正反打 旅途中的火车 两个人一同讨论计划所面临的问题 想要克服难关时是平等的对作 说服科学家参与计划时 奥本海默与格罗夫斯 已经是非常互补的两个好队友了 格罗夫斯的蛮横 甚至成为了解决问题的方式 这时的两个人是同框的 格罗夫斯其实是非常敬重奥本海默的 电影的后半 我们也能够感受到 他是在用自己职权范围内的权利 保护着这些科学家 这些被洛斯·阿拉莫斯选中的人 洛斯·阿拉莫斯是个神奇的地方 这里没有人超过50岁 没有人曾在这里死去 人们的平均年龄在25岁左右 每个人驾照上都没有名字 只有编号 邮编的统一地址是一个虚假的号码 1663号 人们不允许随意进出 不允许订阅科学杂志 工作区域的广告牌上 以非常隐晦的方式书写着一段话 不要暴露你的工作 这里是军营 也是科学家的社区 这里是被称为外地点的洛斯·阿拉莫斯 起初 奥本海默觉得自己只需要 6名科学家协助工作 工程开放时 他已经招募了100名科学家 两年以后 洛斯·阿拉莫斯已经聚集了 4000名工作的居民 除了300栋单元住宅 几十个密闭的实验区与技术区 这里甚至包含了图书馆 礼堂 酒馆和一座妓院 然而 这里也只是建造原子弹工程 所需的冰山一角 最终 有超过13万人次 参与到这次计划的工作中来 大部分的研发和工程 实际上分散在 英、美、加拿大三国的 30多个不同地点 那么为什么制造一颗原子弹 需要动用这么多的资源呢 我们都知道 曼哈顿计划期间 科学家们研制出了 两种设计不同的原子弹 观看电影前 不懂物理学的我 曾经花费了很长时间 研究这两者的区别 没想到导演再次发挥了 化繁为简的能力 把抽象的理论 以最简单的形式 呈现在我们面前 他用一大一小的两个容器 来代表临界质量 不同的两种核弹设计 体积大的是以 油235做弹心的核弹 结构是较为简单的枪式设计 这颗就是后来 投在广岛的小男孩 体积较小的 内部使用的是布元素 结构是复杂的内包式设计 后来被投在长期 名为胖子 然而 无论采用哪种设计 最大的困难都是元素的分离 曼哈顿计划的第一年 人们仅仅提炼出了 两毫克的布 科学家们采用三种 不同的同位素分离技术 将油235从油238中分离出来 之后 就要田纳西州的7万名工人 不分昼夜地完成工作 所以 电影里的弹珠 还算是比较保守的比喻 真实的比喻是 科学家们可能等用镊子 去夹沙子 每次只能夹几粒 而且最后要装满的是 整整两个大桶 而不是两个玻璃杯 有了浓缩油 还得有核反应堆 将油转化为布 电影里 奥文海默去芝加哥参观的费米实验室 就是人类历史上首座的人工核反对 不过 即便这些困难都得到克服 还有一件事悬而未决 比原子弹失败更可怕的 可能是原子弹把整个地球都炸毁 在核爆导致的高温和高压下 大气中的氢可能会发生巨变 释放出巨大能量 进而引发更多的氢参与巨变 最终导致整个地球的大气层被点燃 换句话说 奥文海默担心的是核弹会把地球变成太阳 这个可能性接近于零的毁灭 其实并没有得到爱因斯坦的理论支持 而是来自于奥文海默和康普顿的一段团话 这段谈话也是诺兰最初想要知道奥文海默的原因 1945年7月15日和电影里描述的一样炎热而干燥 却在黄昏时突然刮起了大风 奥文海默赶在大雨前最后一次爬上高塔 检查了自己和同事们的作品 在此之前 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才攒够原料 得到这位名为小工具的布弹 又因为内报是核弹的设计极其复杂 他们决定浪费三分之一的布 也要在新墨西哥做一次核爆实验 夜晚暴雨来临 科学家们围坐在帐篷里 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而发起了一场赌注 那晚 据说洛斯阿拉莫斯所有的青蛙 都聚集到了营地附近的一个小水洼里 叫个不停 奥文海默在营地的食堂里喝着咖啡 不停地抽烟 人们看到他偶尔会拿起一本波德莱尔的书 静静读诗 费米担心大风会使他们被具有放射性的雨水打湿 希望奥文海默延期 格洛夫斯则出于杜鲁门的压力 想试报继续进行 就在人们争执不休时 雨势却在天亮前渐渐减弱了 工作人员宣布试报将在20分钟后进行 1945年7月16日凌晨5点 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被点燃 奥文海默和他的弟弟弗兰克紧紧挨在一起 他们先是看到了那道刺眼的白光 接着是升腾而起的巨大火球 过了好一会儿 才听到山谷间的轰鸣 奥文海默的声音设计师 将这形容为巨大的宇宙之门 缓缓观赏的声音 数十年后 弟弟弗兰克回到 最恐怖的是那团明亮的云团 他悬挂在那里 你不知道他是会永远飘在那里 还是会在下一刻向你袭来 而奥文海默则在1965年全国广播公司电视的纪录片中 说那时的自己 想起了一段薄切梵歌中的句子 few people cried most people were silent I remembered the line from the Hindu scripture the Bhagavad Gita Vishnu is trying to persuade the prince that he should do his duty and to impress him takes on his multi-armed form and says now 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lds 而今 我成了死神 世界的毁灭者 这个不论戏里戏外 都十分重要的句子 出自一部宗教哲学诗 伯切范格 他被认为是印度最流行 且影响最深远的宗教哲学经典 奥文海默经常引人其中的诗句 因为他意识到 自己陷入了和诗歌的主角 战使阿周纳同样的困境 履行职责 意味着双手 必将沾满鲜血 诗文在电影中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是奥文海默和穷塔特洛克 在床上朗诵的戏份 第二次则是合适报时 奥文海默脑海中的回响 1945年8月6日 上午8点14分 一架B-52轰炸机 在广岛的上空 投下了一颗没有经过测试的枪式原子弹 奥文海默与同事们 从广播里听到了这一消息 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情 在科学家们的回忆中 变得模糊而众说纷纭 有人说 那一夜人群在礼堂的欢呼 冲破了屋顶 有人说 只有少数人进行了小型的宿舍聚会 还有人坚持说 那一晚没有任何人以为广岛而庆祝 或许科学家们可以为自己的工作换新鼓舞 但对于科学结果的应用 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我很喜欢电影处理礼堂段落的方式 奥文海默犹豫地站上讲台 听到人群中的一声尖叫 之后便经历了一次幻象 他走出礼堂 先是看到一对拥吻的情侣 然后是一对抱着孩子哭泣的夫妇 最后是一位鸣顶大罪的科学家 这里的一切景象 都是不同时空的双重用意 尖叫可以是胜利者的 也可以是战败人民的 哭泣的夫妇 可以是这个时空里饱受战后的人民 也可以是另一个时空里寻常的一家人 而那个因醉酒而呕吐的科学家 则仿佛滋生着 奥文海默心中的困惑与厌恶 这是一种普遍的情绪 在战后的洛斯阿拉莫斯悄悄蔓延 反对原子弹投放的声音 其实在战前便悄悄生长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电影里面 泰勒曾跟奥文海默提起过一封联名信 那是一封由155位 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 联名书写成的情愿信 目的是劝服杜鲁温 在使用原子弹前 对日本公布完整的投降条款 只有日本在得着了这些条款 并且仍然不愿意投降的前提下 才能对其使用原子弹 而起草这封信的人 正是当时力劝罗斯夫 制造原子弹的齐奥希拉德 战争结束的几个月内 历史学家与记者便开始纷纷讨论 如果没有原子弹 战争是否会在相同的时间 以相似的条件结束 就像电影里呈现的一样 奥文海默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是模糊的 是复杂且痛苦的 而如果有什么是他作为一个有责任 有着高度理想的知识分子所能去做的 或许是敢在军备竞赛之前 利用自己的身份 去建立一个可靠的核武器管控机构 奥文海默并为好友拉比等人 筹划一个国际机构 在他们的设想中 这个机构必须可以垄断 全世界所有的原子能 根据需求分配给各个国家 这个机构必须要控制油矿和原子能技术 还要严格的使其用于民事目的 各个国家都应在原子能领域让渡部分主权 任何国家都不可以制造原子弹 这份计划就是最初版本的爱奇逊林利塔尔报告 最终这份报告几经修改 被美苏双双否决 军备竞赛已成定局 但原子能委员会还是成立了 奥文海默在其中担任总顾问委员会主席 电影里 以黑白和彩色视角分别拍摄的那次圆桌会议 讲的就是这段时间的博弈 与爱因斯坦在湖边的对话也是发生在这段时间 彼时的奥文海默已经拥有了绝对的地位与身份 但却对历史赋予他的角色心存疑虑 1947年 他用施特劳斯的邀请 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院长一职 在此之前 爱因斯坦曾在这个位置上坐了15年 这里没有实验室 没有军队与保密条约 甚至没有课程也没有学生 奥文海默的任务是作为学科领头人 挖掘全世界最顶尖的学者 杨振宁 李正道 弗里曼戴森都曾在这里任职 和电影中的影调一样 那是一段平静的日子 奥文海默的办公室位于一楼 爱因斯坦位于二楼 波尔和狄拉克则在三楼的实验室里工作 一天 奥文海默请工作人员在喜欢古典乐 却又收不到纽约广播的爱因斯坦的屋顶上 安装了天线 他抱着一台崭新的收音机出现在爱因斯坦门口 那天也是爱因斯坦的生日 事情的改变出现在1950年 麦卡锡主义所造成的不公指控 遍布政治 科学 教育 甚至是电影娱乐界 自此开始 奥文海默便被委员会进行过多次质询 他早年在伯克利的学生同事均遭清算 电影里表现的1954年听证会 便是这一系列事件的顶峰 这场不公平的审判 与其说是一次安全调查 不如说是一场羞辱 他让奥文海默过去的所作所为 一一暴露于阳光之下 供在场的每一个人解释 这些罪状 也就是电影前半个小时所讲述的故事 他们包括 奥文海默早年参与左翼活动的经历 在曼汉顿计划期间 与穷塔特洛克家中的留宿 奥文海默的情人 妻子 弟弟 弟媳 学生同事 皆为美工党员 以及电影提及了很多次的西瓦利埃事件 比影片更为残忍的历史诗 委员会逼迫奥文海默列举自己的每一位情人 情人的朋友 朋友的亲人和同事 所有与奥文海默有关的人物的政治背景 都被拿出来一一审视 在一种蔑视告密者的传统文化中 这无疑是一种羞辱 甚至是对其人格的摧毁 最终 这次为期四周的审判记录 被写成了一份长达75万字 993页的报告文件 这意味着 奥文海默再也不能供职于原子能委员会了 他也再也无法利用自己的身份 对政府的决策进行直接的影响 或许令人感到些许安慰的是 听证会的消息被公开后 282名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科学家联名写信 为奥文海默进行辩护 1100名科学家和学者 也在另一份申请中抗议政府的判决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中 每个系的每一位成员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几周之内 奥文海默的信箱被无数的信件所淹没 作为一个被流放的科学家 他被那些身边曾一起共事过的人们默默支持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也迎来了他的结局 优优独播剧场——《 Emmy步》 《许可, Anna, in the Christmas》 《 tell me this Dr. Oppenheimer》 Do you ever become frightened at what you're finding out here in this area that can't be measured in either time or space? I ... You see, that's a real point I only get frightened when and it happens very rarely I ... I think I have an idea That is what people find isn't frightening but the understanding of it 在卡夫卡的短片中 描述过另外几种普罗米修斯的结局 他写道 普罗米修斯被老鹰肘的疼痛万分 不停地紧靠着岩石 最终他的身体嵌入到了石头里 与那岩石融为一体 几千年过去后 普罗米修斯的背叛被忘却了 诸神忘却了 老鹰忘却了 他自己也忘却了 人们对这毫无道理的事厌倦了 诸神厌倦 老鹰厌倦 伤口也厌倦的和尚 留下的是那无可解释的岩石山 小说中的句子 仿佛也呼应着诺兰在电影中 为奥本海默所做的结局 在爱因斯坦预言般的句子中 数十年的时空被剪辑到一起 奥本海默被审判 被流放 又在适当的时机得到平凡 迎来嘉奖 一切的事件仿佛早已在这几秒钟注定 历史的进程已经开始 人们无法为其忏悔 亦无法改变其方向 奥本海默紧紧盯着眼前的水面 看着水滴再次落入湖面 那是一场荣无退路的炼士反应 以上就是本期爆肝完成的 银皮戏漫游指南 请大家疯狂的一键三连 我很喜欢奥本海默这部电影 在影片的伦敦首用礼上 一位观众曾问导演 奥本海默想要给观众 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诺兰回答 也许电影不需要告诉人们该怎么想 而是需要为观众带去一种体验 我想 也许这就是电影所能给我们带来的最大乐趣吧 无论是什么样的观众 无论做不做历史功课 只要前往影院坐在那里 荧幕亮起后 都能在电影院里得到一份独属自己的电影体验 这份视频也只是提供给大家一种回顾奥本海默的乐趣 一份视角 其实由于视频时长的原因 很多有趣的人物和故事没有在这里一一展开 不过请相信我们 我们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功课 并将这些围绕着奥本海默的故事 录成了两期超长的电台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欢迎来集合网收听我们的播客 链接我会放在评论区 本期视频由开开8号公告 往返制作 这里没有答案 只有热爱 我们来自集合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